外籍看护申请门槛可能放宽 老委会考量 只要满80岁就可以申请 并且增加了失能跟家庭负荷评量 最快第三季实施 一人里里人 被控用未造的80良表申请外劳 或还起诉处分 凸显长期以来 因为申请外籍看护门槛过高 不少人未造了80良表 老委会委托民间团体 开设长照服务员训练课程 只要通过了90小时以上的训练 就能拿到结业证书 到安养机构或病人家中担任居服务员 目前有8万多人领有证兆了 请听第三种声音 欢迎收看NGO观点 我是季慧荣 老委会最近决定说 要放宽外劳看护的申请资格 我相信有很多家里 有失能的这样的人口的人 一定会拍手叫好 但是长期关心 这个长照议题的福利机构 却批判说 政府这只是在救急 不能解决长照的十年 台湾长照十年 似乎牛步化 然后也走得很慢 好像在原地踏步 所以到底台湾的长照愿景在哪里 今天让我们好好来谈一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影片 不要熟花言 不要熟花言 我要每周放假一天 长期照顾生命的家人 让这群家庭照顾者神心疲惫 躺在地上抗议表达他们需要更多的喘息服务诉求 像杨小姐独立照顾失能的劳母长达八年 每天只能休息两小时 其中的苦外人很难体会 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可以请外用 所以24小时都是照顾 同病相连的王妈妈也是一路照顾重度滞胀的儿子 数十年如一日 她可以自己吃 这样子她不会 你看 没东西 她不会咬 没东西 她也不会去咬 虽然政府提供了喘息服务 但王小姐直言帮助并不大 她目前是礼拜一跟礼拜五来 来多久 一天两个小时 社府团体批评 政府给予家庭照顾者的喘息服务 平均一个月只有9到14个小时 等于还是把照顾的负担丢给个别家庭去承担 基本上我们的长照进去的时候 如果你有家人照顾 我长照只做你家人不在 或你不能做的事情 他没有想到家庭照顾者其实是一个潜在 需要被照顾的对象 面对家庭照顾者长期的压力 以及台湾迈入高龄化社会的事实 要求放宽外籍看护申请的声浪 一波比一波强烈 老委会不得不检讨制度松绑的可能性 邀各部会一同商讨 在不影响国内长照体系发展的前提之下 看看这个部分高龄者跟失能程度的关联程度 那这个部分一并来综合考虑 尤其全台符合申请外籍看护的18万人中 高达5成2是80岁以上 因此开放申请者的年龄限制以及失能认定的标准 成为这次松绑的重点 虽然外劳有薪水低廉及工时长的优势 但是民间团体提醒国人对外劳已经过度依赖 台湾已经变成这个对外劳就是不能没有你 已经过度的依赖外劳 而且这个过度依赖外劳已经好像这个 吃这个毒品鸦片已经戒不掉 如果说按照目前现在这样子的情况 很显然的外劳它是没有经过什么 太多的训练它就直接上线 那这样子的一个专业 国人是不是能够接受 那如果不能接受 那我觉得它的受训是必须的 台湾老年人口突破10% 15年后将攀升一倍 在检讨外劳申请制度之际 赶紧加快脚步建构完整的国内长照体系 才是真正解决高龄化社会照护问题的良策 好 确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到底要不要引进呢 引进会不会让台湾的长照更缓慢 这个其实是政府的一个难题 但是也是民间的一个难题 到底该怎么做 我们今天找到的专家学者 我们来介绍一下 首先要介绍的是 家庭照顾者关怀协会的理事长 王振勇 王老师 谢谢 大家好 好 接下来介绍的是 台湾长照发展协会的全联会的理事长 吴中鼎 吴理事长 主持人好 所有来宾跟电视机前面的所有观众朋友 大家好 好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宏心智慧的副秘书长吴嘉慧 谢谢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刚刚看到的影片 其实大家都看到真的 照顾者真的是心力交瘁 有人甚至还请不起外劳 那不管说外劳要不要开放 其实我在想的是说 政府为什么想到要开放 是因为受不了大家的民间的压力吗 还是它的长照发展太慢 来不及因应 只好救急一下 我不想想王老师你怎么看 这一个消息出来的 其实有一点突兀 因为台湾现在正在积极的规划 长期照顾 也觉得说好像我们现在 非常依赖外劳 我自己觉得这一次的外劳的政策 其实问题不在于它的放宽 而在于后续的管理制度 也就是说外劳作为一种照顾的人力 因为外劳是一个客工制度 它没有办法长期留在这边 所以你投资在他身上的人力资源的教育训练 是没办法被长期被台湾所使用 你说你训练好了之后 其实他就要回去 所以我们使用人是 他就是待在这几个月 几年 然后你就走了 所以这些人是不会长期留下来 所以这个制度就好像潮水一般 人来人往 所以对于使用者来讲 外劳的使用的品质 其实你无法控制跟控管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再开放 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先检讨 外劳的管理制度 跟它的教育训练的制度 你只是开放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政策 可是政府压力很大 因为包括名人 还有立法委员杨玉新 我想他也一直在讲 其实他们都有需要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也看到刚刚讲的名人艺人 他就为了要申请 所以伪造这个巴士亮表 所以就看起来这个需求是有的 有 但是我不觉得放宽是 唯一解决的方法 我也不觉得像杨玉新 我也认识他 但是我不觉得他只是要求 很盲目的放宽 我想他更要求 现在的外劳必须纳入 长照的管理 他后续的教育训练 其实是长照体系必须要进来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外劳进来之后 跟长照体系是切开来的 是 那民众现在因为对于长照 只有使用外劳的想象 所以大家只想到这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有别的选择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民众 会愿意使用长期照顾里面其他的服务项目 像居家服务或者是日拖 但是因为现在没有这个管道 让他们进入长照体系 所以也有人在讲说 这个外劳到底是补充人力 还是可以替代的人力 还是说他们是可以混搭使用的 这个我想也是引起很多的讨论 不过我们现在就讨论说 他如果要放宽那个巴士量表 因为大家知道巴士量表是一个 说要35分以上 有申请过人大概就知道 那为什么要伪造 然后为什么要去申请 其实我也想请教我们民间的 就是说这个巴士量表 是不是真的就 它能够有一些新的评估方式吗 还是它原来的评估方式真的很呆板 它原来的评估方式 是根据老人的私冷状况来做一种评估 事实上我一开始听到外劳要开放给家庭 80岁以上使用 我也蛮替家庭高兴的 因为毕竟我是从事机构照顾业者 在机构里面我们第一线就会问说 为什么你会想要把亲人送到机构来照顾 是我们问的第一计划 他会回答你说 如果我可以自己照顾 我一定自己照顾 第二个如果可以请外劳照顾 我也会请外劳照顾 毕竟亲情是一种难舍 第三个才会选择机构 所以机构人常常会站在 跟老人跟家庭跟老人 是站在一条线上的 我们等于是扮演 最后那一道防线的守护人 了解 守护者 所以政府要开放的话 我们是乐观其成 但是外劳的管理 就跟王老师讲的一样 有那么好管你吗 目前在外面脱跑的外劳有多少 那些不但是人力的上市又是治安的隐忧 然后政府又采取总量管制 机构你跑了一个外劳 你没有找回来就不可以申请 这样反而变向的让机构的外劳人力 更加持紧 现在开放的是家庭 家庭他脱跑六个月就可以补 问题是家庭外劳脱跑 他可以这六个月 可以先把他送到机构 来占决南美之级 问题是机构的外劳脱跑之后 怎么办 我觉得这政策有点是本末导致 所以你希望的是机构开放 机构应该脱跑 你要让他地补 因为他是人命关天的行业 所以那个管理上为什么会偷跑 是不是就有很多的复杂的因素 包括可能过劳 对不对 在外国的信念 因为目前大部分的国家 他们的生活所得已经慢慢提升了 所以外劳要再输出的话 好像他们国家也自己有内需 所以造成以前的外劳 可能受信几个月才会过来 现在外劳大概是两个礼拜 就匆匆被送过来了 当然在适应上 如果将来的引进如果没有配套 是在国外认证还是在国内 再加以认证一次 塑信一次 真的可以用再给机构家庭使用 如果这一点不管控好的话 将来外劳在国内 会再制造很多的问题出来 OK 确实在机构也是很需要外劳的 不过我们回到巴士量表 因为这个巴士量表 我相信有很多人很关心 是不是现在如果放宽是符合需求的 我不晓得你们宏心智慧怎么看 这个巴士量表的部分 其实如果说放宽的话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居家照顾服务 这部分是长期照顾服务中心在做评估 那其实只要有一项失能 他就会提供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福利身份的一小时 一个月二十五个小时的一个服务 其实他服务都是有的 但是我们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就要照顾服务员的人力是不足的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有督导员在做督导 然后该有的职权训练在职训练我们都是有的 那只是我们这人力不足的问题比较麻烦是在于 我们的照顾服务员的年纪也在增长 可是年轻的人力却没有办法进来 所以你的意思是居家服务员很少人愿意当 是 目前的状况是这个样子 你们的评估是为什么 太辛苦了吗 他的社会地位是偏低的 然后他的薪水是比较少的 偏低的 然后他的那个辛苦也是可想而知的 一个小时多少钱 一个 你说我们服务员 对啊 职家服务员 如果完全自费的话 他们那个使用者是一小时要付230块 230块 然后当然其他的那个要看他的福利身份 看他有没有中低收入或是低收入户的身份 然后才是有其他的补助 那时速也会看他的那个失能的状况去做评估 好 我们现场有一些是在一线的居家服务员 我们先来问一下郁英 就是说你这样子做居家服务员有多久了 就是照护人员 你拿麦克风好吗 我到今年4月刚刚好满6年 满6年 辛苦呢 还是 辛苦的确是很辛苦 因为为什么真的就是投入的人力不多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当作慈善的工作来做才做得下去 因为就像刚刚我们副秘书长讲的 第一个那个时薪不多 我们一小时时薪才一百多块 时薪我们是算时薪的 刚讲230个 他们是付费的人付230 可是他们拿到的是一百多块 你们才拿到一百多块 因为还有其他要自付的行政费用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就是像交通费要自付 像邮价越来越高 像我是骑机车的 对啊 然后那个邮价越来越来越 交通时间都不算 对对对 那个都不算 对对对 然后如果说万一那个案主他临时就是请假 我们就不用去服务 那就也没钱 对就没钱 所以这个是 所以为什么就是 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进来的原因 好我问一下 你一天要跑几个地方 我基本上大概就跑四个案主 所以一天要跑四个案主 等于要跑四个地方 然后这样一个月大概可以赚多少钱 我一个月赚两万多 也很辛苦 真的好辛苦 每天要跑四个点 然后一个月赚两万多 然后而且不管刮风下雨 好你要不要讲一下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你的服务内容 我们主要分两大类 就是说一个是针对案主本身 生理上的照顾 比如说帮他洗澡 然后或是说陪他去散步 或是插背什么的按摩 对对对对 就是肢体运动这样子 那有时候要不要清洁 对就是要帮他洗澡 OK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家务的部分 帮他就是打扫 甚至要洗衣服 或是做餐 就是帮他备餐这样子 或是说帮他购物这样子 你可以支撑六年 为什么 因为真的很辛苦 因为我真的是把他当作 我当作自己是个志工 当那个做志工的方式来做 因为我的观念 我觉得人生真的是以服务为目的 就是我是抱着助人的这个想法 真的如果不是助人 我想很难做得下去 尤其是年轻人 如果真的他需要赚钱养家的时候 这个工作你说要当成助人 又这个一天要跑四个地方 我想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们现在要招募年轻人 当居家服务员或是造福员 是很难的吧 很困难 非常困难 通常都是中高龄以上的来接受训练 或是来变成我们的服务员 可是能够留下来的人 其实我们现在也都偏高龄 我们现在服务员都偏高龄 对 又没有年轻人进来 那人力又不足 招募的时候又困难 那这个就是一个 已经是很明显的忧虑 不是隐忧了 是 所以我不晓得 理事长你这边 说你那边的照顾人 都是外劳还是也有台湾的 那个造福员 在于政府这方面他有规定 就是说你聘任一个台湾工 才可以聘任一个外劳 刚才服务员事长谈到这个问题 真的非常的好 那个人力的问题 人力问题 现在在机构看到的造福员 大概都是老一辈的在当 他的设定地位真的不高 事实上长照你应该政府应该发觉到 老人人口化老化是一种 已经没办法走回头路了 就是每天要接受一个新的 新的四字变化 所以你在教育方面 你要特别的去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长照的人才 来接受 而不是只有 都是一些欧巴桑 他大概生活首席 当然有的人就像 麦娇姐这样 真的他有那个新 有这种新的人会做得非常长久 如果他只是来长照 机构走了一趟之后 大概都要到医院去做医对医 还可能还会跳脱到家庭 直接到医院去 医对医可能比较好赚吧 所以人力在这方面应该需求 从教育要去下手 那相关科系 现在大学院校的科系蛮宽的 包括美容美滑 幼儿脱衣 运动休闲 健康照护 老人福祉 他有相当多的科系 问题是这些学生毕业之后 他的日文 他不像护理人员说 我就是护士 我就是社工员 他没有 我认为这批人要及早 引进长照 第一个可以降低失业率 第二个让年轻人更早来 接应长照这一块 可能也是对未来 长照的人力方 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可是 我认为